先回來了 是的 屁屁屁屁 這個賺錢的節奏 屁屁屁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有客人叫車啦 那Uber司機就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 這個就知道客人在哪裡 我們就過去接他 所以我們就是在等B啦 賺錢的節奏 這個節目剛開始 還是要講最前面這一段 就是為什麼柳伯烏要錄音錄影這一段 就是說柳伯烏要特別跟各位聽眾觀眾說明 也是真的是每天有太多的司機 找到柳伯烏說 伯烏哥為什麼我領不到開跑獎金 我跟他說你那個註冊的時候 你在網頁上搜尋 然後你就註冊了那個沒有註冊碼的連結 所以開跑10趟或20趟之後 你就領不到獎金 那這個就沒辦法了 那你就認真的跑吧 因為這個也不接受補發 那如果你是伯烏的有緣人 你今天第一次聽到 你對Uber也很有興趣你想要開 那你勢必要利用柳伯烏的註冊連結來註冊 那如果找不到連結的話 你Google關鍵字打劉伯烏 劉伯烏不是劉伯鳥喔 劉伯烏 那就可以找到劉伯烏的這個Blog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註冊的連結 放心的安心的註冊 好今天要講這個跟BBB也真的很有關係 第一個 BBB的時候你就開始看啊 要接不要接你自己決定喔 一看 一看 這個一看至少7公里 5公里 或3公里 4公里都好遠喔 對不對 不是BBB你就接 太遠了就不要了 像 如果是上下班的時間 我一看超過5分鐘就放棄了 除非我就真的 因為那個 那個烏刺的接安率的問題 我有在領那個烏刺獎金 所以要求要有接安率的情形 不得已我才接啦 不然如果沒有那種保障的那個烏刺獎金的話 5分鐘以上又是在上下班的時間 我通常就不接啦 那看那個地址一看 喔太遠了 就給 就請乘客再等一下再叫別台吧 不然那個系統派給我 我開到那裡都開了十幾分鐘了 去的時候都被客人罵死了 那這個真的沒辦法 有時候就是 車子特別的搶手 然後乘客多 司機少 那這個時候就會叫的比較遠 一看 就開過去至少20分鐘 欸 你叫Uber要等20分鐘 你會不會抓狂 會喔 開過去的時候 客人就生氣了說 嗯啊怎麼那麼久 所以你像這種你要接 接了之後有一個技巧 你就趕快打電話給客人說 欸 不好意思啊 我是Uber的司機 那個我現在系統派給我 但是我一看的話 我再怎麼拼也20分鐘才會到耶 那你有沒有趕時間 如果有趕時間的話就麻煩你取消 或是我把它取消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你才不會等太久 那有時候客人 他是不趕時間的 反正他也可以做別的事再等你 然後沒關係 你慢慢開 慢慢開 你到的時候就叫我 我說OK 那當然到的時候我們不用叫他 系統會通知乘客說這個司機已經快要到了 那快要到的時候那個乘客就會得到通知 他就知道要來 所以呢 這個平常的時候你在看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接 自己判斷 有的人是全部都接啦 有的人會根據時段 像劉伯物就根據時段了 上下班超過五分鐘的系統 寫是寫五分鐘 過去都買二十幾分 像那種我就盡量不要接 也沒得耽誤到客人的行程 就不好意思啦 那這個跟那個聚載短程又不一樣喔 因為聚載短程是 你知道客人要去哪裡才聚載的嘛 這個是根本不知道客人要去哪裡 就是因為我們怕客人等太久 所以會去看那個五分鐘 到底是幾分鐘才會到 那你當Uber的司機 你慢慢就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好那今天有關於BBB 第一幾分鐘的這個談話呢 就到這裡 如果你不想錯過劉伯物的每一集新的節目 那你務必要等一下按那個訂閱喔 可以訂閱喔 那如果呢 你很喜歡劉伯物的節目要按讚 讓更多人感覺很讚喔 那按分享 你的朋友也需要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你要按分享 劉伯物有講不清楚 你還有疑問的 要問的 按在留言裡面問問題 那劉伯物會根據你的問題來回答 那如果你的問題呢 伯物認為說 其他的司機也應該要知道答案的 我會根據你的問題來製作成影片 讓你的問題也成為其他司機的幫助 那今天節目就到此了 來 小心開車喔 嘿 不要聽到BBB的 就讓你哭哭哭 好 騎這個BBB這樣 請放慢行車速度 我知道啦 我知道放慢啦 這個T車檔也不可能唱啊 我的密速度是有時候實在就很奇怪 就塞慢慢就叫我放慢行車速度 告訴大家 我們下次見 見て呀 各位 感谢观看